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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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各位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报告我们的工作 那么我们的工作总共分18个工作项目来跟 呃议员各位议员各位女士先生来做报告 那么第一个工作项目是合理调整组织 健全原额编制 那么我们实施的情形有 第一修正的本府编制表及原额配制表 那么在105年的5月27号生效 同时也经过考试院105年6月15日同意被查 那么修正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个是增制社会处社会工作科社会工作师一人 第二是增工处预防科办事员一人改制为科员 第三是修正后本府的编制原额有530人增加为531人 第二大项是修正本县地方税务局组织规程及编制表 那么在105年的4月3号生效 考试院在同年的4月25日同意被查 那么主要修正的内容有 第一个是简列书记一人 第二是修正后地方税务局的编制原额有99人 减少为98人 那么第二个工作项目是我们落实分层负责强化内部授权 本府的分层负责明细表在105年的9月印制完成 同时也转发给各处的编制内的人员依照授权的内容来处理公务 以提升工作的公务的效率 那么第二是本府在105年8月23日 那么被查了花莲县地震事务所分层负责明细表的修正案 那么也希望他们能够提升行政的效率 第三个工作项目是贯彻考用合一例行人事公开 第一凡是本府职务出缺除了由限职人员申补外 那么可以和公务人员各项考试举办 本府确实能够依照人员的退离状况及业务展望 来预估可能出缺或限缺情况来提列缺额 那么工作期间就是这半年期间 我们总共提列了公务人员高等考试三等考试 及普通考试12个职缺 那么特种考试地方政府公务人员考试11个职缺 公务人员初等考试1个职缺 特种考试原住民考试1个职缺 总共这半年提供了25个职缺 第二是为了使人与世的能够适切配合 并符合业务的需要 我们机关内部有职务出缺 那么除了提列考试分发以外 同时也是采用内生与外补病重的原则来办理 那么来畅通升迁的管道激励工人的士气 那么我们所有的内生及外补的案件 都是由我们这个在我们本府的全球资讯网络来公开 那么在这个工作期间 我们总共有32件的内生外补案 在我们的本府网站来公开办理征选 第三是落实原住民族工作权保障法 及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 那么本府在105年1月27号 也特别订定了花莲县政府 逐而禁用原住民应行注意事项 来规范本府各处能够逐而来禁用原住民 那么这个工作期间 本府及所属居官 均能够逐而来禁用原住民及身心障碍人员 第四是配合国家考试政策 那么积极恰请考选部在本县设置考场 那么以加会本县的地址 免除于这个往返的奔波 同时能够吸引邻近的县市的考生 到本县来应考 那么来增加本县的观光收益 那么我们以下所办了几项考试 向各位议员女士先生来做报告 第一个是105年6月 我们办理了105年公务员特种考试警察考试 公务人员一考试一般警察人员考试 及特种考试交通事业铁路人员考试 那么这总共开设了67个市场 应考人数1802人 7月份我们办理了105年工务员高等考试 三等考试及普通考试 那么这个考试总共有60个市场 应考人数有1525人 7月份我们也办理了105年第二次专门职业 那么这个考试总共有28个市场 应考人数是792人 8月份我们办理了105年公务人员特种考试 司法人员考试 公务人员特种考试 法务部调查局调查人员考试 还有公务人员特种考试 国家安全局 国家安全情报人员考试 那么还有海巡人员等课考 总共有17个市场 应考人数有461人 那么第四个工作项目是我们加强人事管理提升服务的品质 第一是我们县属各机关学校人事人员的零用啊 除了分发高普考试以及地方特考以外 我们均依照行政院所属各级人事机构人员设置管理要点的规定 来零用合格人员 而且定期实施人事主管的直期轮调 第二是领选所属人事人员26人次参加各类别的专业训练 建议加强人事服务的品质 专专业的智能及服务观念 以提升我们人事的服务品质 第三是 为增进本县人事人员对人事法规的了解 我们在8月5号办理了人事法规测验 那么专任人员有75人参加 第四是增进本处与所属人事机构人员沟通的联系 分享工作经验 在8月5号在卫生局大礼堂举办了105年人事业务联系汇报 总共有75人参加 第五是104年人事业务绩效考格 本处荣获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 评定为县市政府组第二组的第三名 第五个工作项目要跟各位议员女士先生所报告的是 我们办理公教人员讲程及考居作业 第一个是本府公务人员平时考核作业办理的情形 话题 加强各单位主管对所属人员平时考核 那么依照规定我们在每年的4月8月底 还请我们本府的各处来实施考评 并要求各单位主管在平时考核表内要 详实的记录属原的优劣事迹 那这么以作为这个办理升迁及年终考机的重要的依据 瓜胡尔对于公务人员的年终考机 以及以平时考核为依据 那么本综合名时信赏必乏的原则 公平公正客观的来实施 依照公务人员的考机法及其事情细则 我们及相关的规定我们来办理 第二是我们本府讲程作业的办理的情形 瓜胡一 为加强考核管理 对于公务人员讲程案件 我们都依照规定来办理 那么期望能够达到奖优泰列的目标 那么以发挥奖程的效果 这个工作期间我们办理的奖程案件 向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做报告 那么在这个奖役的方面 我们总共有继工90人次 加长386人次 那么违反规定陈主的部分 我们有申介7人次 继大过1人次 那么瓜胡市 105年5月1号寒宋本府工人员 1到4月的平时考核记录表 那么请各级主管能够依照规定 来对属员加强平时考核 同时将考机表内详实记录 情络及讲程资料 作为年终考机的重要参考 瓜胡五 对于公务员之年终考机 我们也是依照相关的规定 来办理 那么谨慎的办理 第六个工作项目是奖励模范公务人的部分 那么依据行政院表扬模范公务人员要点 及本府订定的实施要点来实施 那么适时来发掘具有机优的模范公务人员 本年我们总共有选拔了五位的公务人员 他们分别是文化局的秘书曾荣芳 财政处科员游淑女 观光处科长林家昌 主机处科长陈慧美 人事处的科长吴贤慧 同时我们也临见了农业处的罗文龙处长 消防大队的朱泽民大队长 来报请参加行政院模范公务员选拔 那么本府的模范公务员的这个表扬啊 在6月23日上午由副县长清零主持来实施颁奖完毕 第七个工作项目是加强拆勤管理 我们每个月都会来抽查本府及临近地区 机关学校的拆勤 那么每三个月啊也至少会到偏远的地区 所属的机关学校 我们来查实施查勤 那么并且依照花莲县政府员工出差管制要点来办理 严格执行拆勤管理以提高行政效率 第八个工作项目是我们请颁的各类的这个奖章 我们公务员的奖章总共有四类 第一个是公积奖章 第二个是凯模奖章 第三个是服务奖章 第四个是专业奖章 那么我们在这一个工作期间呢 我们请颁的奖章总共有特等服务奖章是两个人 一等服务奖章是23人 二等服务奖章55人 三等服务奖章6人 第九个工作项目是办理训练进修提升服务品质 第一我们藉由专家学者授课来提高员工的品质 提升公务人力的素质 那么总共办理了五场制的读书会 有向载口的社会学等场次 那么总共调训的员工有358人次 那么办理了一场次的领读人培训课程 调训的员工有44人次 那么第三次办理一场次的专书阅读心得写作技巧研习课程 那么参加的员工有32人 第四是我们办理105年度专书阅读心得写作竞赛 那么参赛的作品总共有130件 经过评选之后 既有这个花莲县玉礼镇玉礼国小人事管理员林昭君等实践作品 基优作品啊 我们见诵参加这个国家文官学院心得选作的选拔 二是训练研习课程的办理的情形 瓜虎一 依照业务需要临选本府及所属公务人员62人次来参加公务人力发展中心 及地方研习中心所举办的各项研习的训练 充实专业智能并强化服务的理念 瓜虎二 推荐本府及所属公务人员40个人参加行政院人总处 还有地方研习中心举办的线上英语临活动 那么总共有7名完成的线上的学习 那么并且有4名啊 获得地缘中心责定参加远距同步的教学 第三瓜虎三是我们积极落实本府公务人员训练实施计划 那么我们总共有办理了天然灾害 停止上班上课及通报作业讲习啊 等17项的一个厂次的一个研习 那么我们总共调训的员工人数达到1207人次 那么我们是希望借由专家学者的授课 来提升员工的工作素质跟行政的效率 第10的工作项目是零件公务人员参加升官等训练 那么符合零件符合工人员任用法第17条 第二项第三项规定资格 人员参加健任生检任训练的有三人 那么目前这两个T次都已经训练完毕 那么第17次参加训练的人员成绩及格 那么第2T次的人员待放榜 第2次我们领选这个参加委任生检任的官等训练的人员 总共有 第1T次是在8月1号到8月26号 那么第2T次是10月3号到10月28号 那么这两个T次也14万币 也14万币 第11项的工作项目是办理中阶主管的训练 我们为了增进中高阶主管及中阶主管管理智能与核心能力 提高行政效率 我们在5月到6月间办理了中高阶主管 中阶主管以及中阶主管储蓄人员的训练 那么实施的对象都是我们的局处长还有副局处长 以及二级机关的首长 还有本府一级机关中阶主管等等人员 那么我们实施的有 第一个是员工协助方案的研习课程 那么在5月19号实施 参加的人数有124人 第二个是多元文化的体验学习 我们在这个水连部落集赖的列列人学校来办理 参加的人数有16人 那么第三个是突破自我的体验学习 在履历坛办理总共参加人数是29位 第四个是团队建立体验学习 那么我们6月24号在美轮财团法人台湾 外展教育发展基金训练基地来办理 总共参加人数有28位 第十二项的工作报告是推动员工身心健康 第一个是为加强推动员工的身心健康 创造一个温暖关怀的工作环境 那么本府在96年5月8号开始 我们在花莲市卫生所成立的员工协谈室 那么这个协谈室我们所提供的服务 最主要是以面谈为主 那么协谈范围包括了工作职场的问题 生活还有心理维护等等的问题啊 我们都提供一个智商 那么这半年来我们总共服务了31个人次 那么第二是要跟各位议员女士先生所报告的就是 我们本府的员工协助方案啊 那么荣获了104年度行政院所属及地方主管机关 推动员工协助方案 考核那么优等奖 第13项的工作项目报告是办理新进人员的训练 我们在每年的1月4月7月10月11月来分计来办理 那么我们在这个工作期间 我们总共办理了两场次的训练 总共有50位新进的人员来参加 第14个工作项目是贯彻退休政策促进新陈代谢 那么为了促进人事新陈代谢畅通人事管道 我们人事处委员严格来执行退休政策 那么对于借铃退休人员啊 我们先于调查列管 那么并依其限来办理退休 对于敌患重症重病还有申请自愿退休的人 我们也原力啊 于前一年度来受理他自愿退休登记 那么我们来造册列管 再半年来我们合办的申请自愿退休 总共有115人 第15个工作项目是照护退休人员及辅恤移租 那么第一是我们合发本府退休人员慰问金 105年端午节总共是216人 那么各校所属的各机关学校的三级慰问金 是由各学校自行一规定来办理 那么每一个人都是2000块 不过在这里要跟各位议员女士先生报告 这一项的慰问啊从明年开始 我们依照行政约的规定 依照必须 再侍我们公务员的这个条件啊 来着发 那么他目前的条件是定在这个25000块的月所得 就是你的退休金在25000块以下的话 我们才会发给 同时你可能是因为这个生病啊 或是当时退休的时候也没有具有工作能力的话 我们才会发给 或者是为国捐区为工作牺牲的 我们也会发给 其他的部分我们从明年开始就不再发给 就不再发给 第16项工作的项目是我们加强员工的福利提振工作士气 那么本府员工一百零 半年来啊我们 办理了其他的一些的这个工作补助的情形啊 向各位议员女士先生来做报告 那么第一个是我们结婚补助有一人 那么生意补助一人 眷属的商账补助五人 在职进修学分补助十人 第二是我们本府的同仁都有参加这个公保 还有全民健保 那么我们都依照相关的规定来纳保 那么我们对于有关的疑虑啊 我们也都详细的语语答复 第三是我们本府参加公务人 本府的公务人员参加公健保 是依照数据的统计我们是有427人 那么建署随同这个我们同仁参加全民健保 人数是267人 第四个是我们以县内的优良厂商 来订定的这个特约商店 目前我们的签约的厂家数是在42家 那么我们也陆续在跟一些优良厂商做洽谈中 希望能够这个数字能够持续的增加 也来加会我们的同仁 那么这个当然也要特别跟各位议员女士先生 报告就是我们目前 我们跟这个特约厂商签约的时候 我们都会将大会和贵会来加入 所以我们的花联县议会的同仁啊 还有我们议员女士先生的凭证 也可以到这些优良这些特约厂商啊 来实施消费 第五是我们补助本府40岁以上公务人员 每人3500块办理健康检查 那么这半年来我们完成的见解的人数是14人 那么这3500块是每两年补助一次 每两年补助一次 第七这17个工作项目是办理员工康乐活动 增进机关团结和谐 那么我们在这半年呢 我们总共办理了几项的大型的活动 请在这里向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做报告 第一个是我们在每一个月月初啊 我们都会在我们本府大礼堂 来办理本府及所属一级机关的员工庆生会 那么这半年来总共有820个人参加 第二个是我们在远雄大饭店 我们办理了我们本县的这个公教人员第一次的未婚联谊 那么总共有118位报名 那么我们男女各择30位参加 所以总共是60位参加 第三个是我们在5月3号在美轮大饭店 办理了本府及所属一级机关 105年母亲节感恩餐会 那么总共有595位员工参加 第四个是我们在5月26号在原住民文化馆 办理了105年县长杯公教人员舞蹈比赛 总共有15对106人参加 第18个工作项目是推动人事资讯管理与医化服务 那么为了有效推展我们本府人事管理资讯相关业务 全面提升所属人事人员服务的绩效与机制 那么我们成立有人事管理资讯业务发展及服务推动小组 那么并区分为资讯教育资讯服务网站管理三个工作组 用于规划执行人力资源管理资讯系统 那么还有ECPA应用系统的推广与教育训练 以及人事资讯系统技术服务及相关套件应用 与推广等业务 那么第一个是在105年7月 我们在本府跟玉旅国中的电脑教室 办理所属人事人员资讯教育训练 总共两个T次 那么参讯的人数有84人次 那么第二是建置了线上公务填报系统 及人事业务绩效考核网络报送系统 那么采用网络报送的方式来减少资源及时间的浪费 达成减低减脂减化减碳的节能目标 第三个是我们建置了这个人事法规一点通 法规查询知识管理平台 及推广人事业务标准作业流程有效提升服务效能 至102年的8月16号正式公告启用后 截至目前为止拜访的人数是19679人 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可能觉得这个人数过少 不过这个网站我们是有管控的 必须有申请账号的人员才可以进入 那么一般的一般我们这个都是开放给我们人事的专业人员 或是兼职的人员做一个使用 所以这个人数可以看起来不太多 在这里向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做一个报告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人事处在这半年来的18项的工作 项目的一个做一个报告 那么人事处非常感谢我们议员女士先生 这半年来对我们的一个指导 使我们的人事业务能够在这个县长的领导之下 能够平顺的来执行 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人事处的工作 给同仁带来一个安心的一个工作环境 一个放心的工作环境 让他能够在工作上工作岗位上 好好来为我们的县民做打拼 那么以上是我们人事处的工作报告 谢谢各位议员女士先生 谢谢 谢谢人事处王处长的工作报告 现在请财政处刘处长上台工作报告 我们大后主席张副理长赖秘书长 还有各月议员女士先生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 我很高兴代表财政处参加第四次定期大会 对财政处就办理来所有的工作 对大会提出办理的情形 这个 期间的报告 首先 书面资料请各位议员女士 翻阅工作报告财政第65月至76月 个人请就其中重点的部分做口头的说明 在报告开始前 依照官吏还是介绍我们财政部的工作干部同仁 首先介绍我们黄淑梅副处长 我们张 张立耀张科长 林正书林科长 我们张立珍张科长 我们 简德军简科长 对不起 张颖哲赵专业 就最后面 好谢谢 首先工作报告 第一个 我们财政管理科 首先报告一百零五年度总预算编列的执行情形 本县一百零五年度追加减后的预算编列 税入总和为 新台币一百七十七亿四千六百一十九万三千元 其中的补助及协助收入 是一百零四一千一百九十八万九千元为最多 占税入总额的百分之五十八以上 其次税客收入为 六十三亿五千六百六十六万五千元 当中有三十七亿六千四百一十一万六千元为中央统筹分配税款 占税入总额百分之三十五点八二 上街的补助收入加上中央统筹分配税款 则补助收入高达一百四十一亿七千六百一十万五千元 占我们所有税入总预算的百分之七十九点八九 所以纯属本县自有财源的仅有三十五亿七千零八万八千元 只占整个总预算的百分之二十点一一 可见我们本县的地方自主财自主性还是太低 益存度还是很偏高 进步的空间很大 也是我们财政处所需要努力的共同目标 第二本县一百零五年度 增加后的总预算税入为一百七十七亿四千六百一十九万三千元 税出为一百七十七亿四千六百一十六万 一处为三万三千元 第三一百零五年度运算执行行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子运算执行的结果 税入分配累计数为一百一十一亿九千七百八十八万 实生数为九十七亿六百零一万一千七百三十八元 实生数占税入分配的比率为百分之八十六点六八 第二一百零五年度目前县府财务状况的负债比例 为了加强财务的收支管理 及事实向县辖内的银行借贷 年活资金的调度及节省利息的支出 截至一百零五年八月底 本府向银行实际举债累计未长余额为120.2亿元 其中一年期以上长期贷款为81.2亿 债务比例为百分之三十九点九二 已规定的上限百分之五十 还是在在我们的上限以内 一年以下的短期贷款及透支合计为三十九亿元 债务比例为百分之二十一点九八 在线的规定是百分之三十以下 在上年度同期累计未长余额 合计为一百二十一点四千万元 减少了比上年度减少了0.2亿元 截至目前截止文件截止的时间 一百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子 债务复息为0.55亿元 就是因为目前 当然银行的投资比较多 他们互相砍价文件 采取公开比较的方法 所以他们的利率已经跌到 据银行了解 他们是讲的他们的成本边缘了 不能再低了 好目前是百分之0.5以下了 接下来报告 县府开闭税客裁员局非税客裁员 花蓮县土石景观特别文物税 一百零五年四月一日起 改以美工度五十元计增 一百零四年全年预算数五千五百万元 实账数为六千一百八十一万九千一百三十七元 其中百分之五十三千零九十万元 九千五百六十九元 依花蓮县土石採取景观维护特别税 按美工度十元计增 一百零五年全年预算数为一亿三千两百八十二万元 预算数为四千五百万元 追加了八千七百八十三万元 截至一百零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指实账数为三千三百四十三万 一千零五十三元 第二个花蓮县矿石採取特别税 按美工度十元计增 一百零五年度七月一日起 课程标准改以美工度七十元计增 十三万八千八百零七元 其中百分之三十四千九百四十二万 一千六百四十二元 依花蓮县矿石採取特别税 補助乡镇市要点分配于各乡镇市 已逾一百零五年六月份颇付完毕 一百零五年全年预算数一亿五千万元 截至一百零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子 实账数为六千六百三十一万八千六百二十三元 第三 财务科加强非税克裁员之吹击 为加强本府各单位应收未收行政罚盘 收缴本府定有花年县政府 及所属各机关行政罚盘归会 其他工法上精简给付案件 其执行标准作为程序规定 成立单一窗口 由专责单位将各机关资料汇整移送 管辖行政执行署办理强制执行 二为提升收缴率应收未收罚盘 之吹收每月进行各单位提报吹办 及收缴情形报表 送本府财政署会办分析及排名 以牵准准后 含请各单位加强激催 勿请各单位加以重视办理 以收重效 同时督促各单位征收时 应落实执行 且取得债权凭证 确实依上街作业程序规定 每半年清查财产 注意追溯的时效 避免债权之流失 以下报告 本府及所属单位 一百零零五年七月 七月子本年度 及以前年度应收未收行政罚盘分析如下 按本年度总罚款数 及以前年度保留数 以一八千两百六十四万四千九百 四千两百九十八元 截至一百零五年七月底 累计注销数为四百六十四万 九千零四十七元 累计收缴三千四百五十六万 三千九百七十三元 故今年的收缴率 到目前的收缴率为 百分之十八点九二 我们继续持续的办理中 其中收缴的一千八百一十九万 八千九百一十四元 提起行政救济者 继六十八万七千六百零七元 分期缴纳的有三百九十九万七千九百六十八元 强制执行移送的有三千六百三十二万八千两百零一元 取得债权评证的 继有八千一百九十二万七千四百零六元 其他办理请行者 目前将近有两百二十九万一千一百八十二元 接下来报告福务岛各乡镇编制年度预算 及办理乡镇式预算财政收支考核方面 我们福务岛各乡镇十三乡镇 能如期依照规定 配合施政的计划以量入为出资原则编列年度预算 并依其完成法定程序又公布执行 一百年五年度各乡镇四总预算税入二十八亿五千八百六十一万九千元 税初三十一亿六百二十一万六千元 税初税入相比短差两亿四千七百五十九万七千元 以移用以前年度税于两亿五千两百八十二万一千元 例凤宁镇与分边乡还有余处分别为三百八十二万八千元 一百三十九万六千元 光复乡则编平衡预算 无税计的余处 一百年五年度的乡镇市统筹分配税管 普通统筹分配税管核定数为一亿八千一百九十九万两千元 截至八月份拨付乡镇市一亿两千一百三十二万四千元 预计到十二月底将全数拨付完毕 一花年县政府对各所辖乡镇市公所预算及财政考核要点规定 办理各乡镇的开源绩效考核一百零四年度考核成绩前六名分别为 复理箱 凤林镇 封冰箱 行程箱 光复箱 射峰箱 目前我们十三箱都没有负债 都没有负债 因为县政府有个统筹分配税有条件继续的作用 我们提供它的法定支出的平衡 接下来报告我们台风灾害的处理情形和维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一百零五年度灾害准备金编列为一亿八千万元 截至一百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子 尼伯特台风的侵袭 其实本处总共动用的抢修经费是 八十万四千九百二十八元 加上附近的经费提报一亿三千五百九十三万八千元 总继是一亿三千六百七十四万两千九百二十八元 但是在九月份的时候 漠南地台风还有马勒卡还有梅基台风的来袭 将我们的预备金抢修抢修的经费已经用完毕 而且我们的附近经费达到七亿多 但是在上上礼拜行政院长去勘察我们书发改的时候 已经有口头答应县长 这七亿多的附近经费他已经会核定下来 接下来报告 第六项的和平电力回馈金的处理机制 一百零五年度产业回馈金 也是和平电厂的回馈预算数是三千零四十万元 然后基金的支出用途是四千一百四十八万五千元 一百零五年度一至八月入库的金额为三千七百八十万 五千四百六十万元 教员编列基金来源收入预算增加了七百四十万五千四百六十元 接下来一个项目是辅导管理新用合作社的业务 本县县下的新用合作社集有两间 也是一性跟二性 共有三十四个营业单位 花年县第一新用合作社有总处一处 还有全省各地的十四个分社 证券收复处有两处 花年第二新用合作社有总社一处 全省有十六个分社 截至一百零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子 新用合作社的业务报告如下 依存款八百四十一亿一千七百五十万元 较同期七百九十一亿两千九百一十七万 增加四十九亿八千八百三十三万元 增加率为百分之六点三零 放款五百七十七亿两千四百七十七万 照上年度同期五百四十六亿八千四百三十四万元 增加三十一四千零四十三万元 增加率为百分之五点五六 存放的比例为百分之六十八点六二 依照规定是不得超过百分之七十八 都没有超过上限 预放比为百分之零点零八 第二大县工有财产科 县府非公用财产房地占租管理 本期间现有非公用土地 一百零五年第一期应收租金 使用补偿金合计一千零六万元 已收租金使用补偿金九百三十一万 收缴率为百分之九十二点五三 其他未收的部分我们积极的吹角中 第二县有非公用房地极限激吹 一百零四年度订定本府县有土地清查计划 办理逐笔含告催收 为一线缴纳者申请法院发支付命令追溯 避免迷于时效增加现库的损失 本期间以追缴租金及使用补偿金 含为约金利息共计收得一百七十一万元 第二县有非公用租金使用补偿金 委员台湾银行账单代收服务网收缴 提供超商台银各分行多种多元的缴纳管道 并节省每年八十万元的奖补助预算支出 第三增加现有不动产租金 及使用补偿金缴纳的管道 落实便民服务 即增加五十一位租账户使用本府提供的 委托金融机构转账代缴的服务 第三大项烟酒管理科 辅导民众及业者申请许可执照 除加强宣导及检查烟酒买卖业物 不得卖私烟烈酒外 并辅导烟酒制造业及烟酒进口业 与烟酒管理法等有关 检据相关资料向财政部国庫署提出申办 设立许可 目前辖内制酒业者 已取得许可执照者有十家 烟酒进口业者已取得执照者有五家 加强撕裂烟酒取缔的作业 确保民众的健康 积极抽检辖内的烟酒买卖制造业 及经民众检举产制或输入撕裂烟酒 贩卖转让意图贩卖而成业者 一百零五年四月一日至一百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总共抽检了一百六十一件 违规行政案件 继二十九件 末入扣押物 含酒 总共五十一点八二公升 目前那个香烟是还没有发现到有末入的情形 烟酒茶器作业的电脑化 烟酒茶器的检举扣押物 刑法行政法等案件 均依照财政部统一制作的烟酒管理系统 查及子系统全面提升管理的效能 然后加强我们烟酒法令的宣导 在各适当的活动场所 我们烟酒客都会派出同仁去公共场所 来发放我们的烟酒宣导的资料 第四库款支付科 一百年五年四月至一百年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子 库款的支付群群 各位议员女士先生提出一个报告 目前收件在合格付款平单 达到一万三千零七十六件 支出收为三百四十三件 转账的平单有四十三件 预波转账十七件合计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九件 支付的总额达到九十八亿六百五十七万两千七百七十四元 支出收回九千零七十五万九千九百零四元 转账为五百六十五万五千零六十九元 本期间公支付的金额是九十七亿一百五十八万两千八百七十元 支付庚还办理全线一百六十个支用机关库款支付的签办业务 接着我们持续推动 作业电脑化提高工作的效率 财务与总会计业务管理及库款支付 因为业务是相连的 息息相关为充分应用该资源 强化省政府的财务管理完成的库款集中支付 出纳税入及罚缓 总账会计管理电脑的软体系统发包 为了应应日益增烦的工作量及作业现代化的需求 支付与出纳建置完成电脑化 从收件审核记账开立支票列印邮寄结账消耗等 使用电脑化以减轻人力的负担 使支付与出纳业务能够更迅速更确实 为了确保支付的安全快速变结一百零一年 至今积极推动以存账的方式 支付库款一百零五年再次积极推动汇款业务 简化支用机关内部作业节省人力 达到减少现库支票签开 提高公款支付的时效性 推广至今 通费的存款比率已达到百分之十五点五七 库款支付的一化 简证便明例行行政的革新 与台湾银行一气和存网的资讯业务系统连结 采线上审核放行 并配合电子签章至机制进行控管 档案传输加密机制上传售款人的资料 授权电脑系统扣款 将其款项收入直接汇入售款人的账户 减少现库支票的开立 最后一项是 加强便明服务的各项措施 为提高我们支付作业场所的设备更新 让民众有更舒适的效工环境 我们提供了茶水 茶杯 供民众 方式各类的杂志便利 民众的取悦 提供各类的书表 原汁笔便条纸方便民众的利用 增购较年长的民众使用的老花眼镜 为减少民众完返 金融机构的奔波之苦 支付科设有台银的代收处 本期间共代收了4,674笔 金额共据4,173万4,879元 代收款项额479笔 金额为2,042万5,690元 而言定各项支出法令 以服务民众 必根据推断各项减证便民的措施 提高支付出纳的作业效能 105年3月 已修订完成花年县县库集中支付作业程序 及花年县出纳管理作业流程及工作手册 其使新定的法令能符合实际 及减证便民的需求 为达便民的副标 将受款人因领的款项 透过代理县库 搏入 存入受款人指定的金融账户 减少县库支票的风险 维护库款的安全 并减化支付作业 便利受款人的领款 减少受款人往返奔波之苦 出纳的管理 按月编造我们发放员工的薪资 按月还有扣缴员工的所得税及扣缴评单 按月扣缴员工的保费 健保费还有填制缴费单 办理零用金的支付作业 代收各项归费收缴的业务 还有办理我们公务人员退离 谢谢财政处刘处长的工作报告 下个议程意见交换 现在休息十分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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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 谢谢大家 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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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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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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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呢 我舉個例子啊 我發現縣政府的人事非常不穩定 我舉個處事齁 就是原刑處 原刑處今年齁 就只有19個人啊 19個人齁 一年只有19個人 然後呢 他下面齁 第二十個人可能即將在這個月會離開 你看齁 他裡面才幾個人而已 整個這麼多人 請問應用怎麼交接 除了科長是正式之外 科長下面才一個正式的耶 而且在原刑更迭當中 原則上是一年一聘 那那個正式公務員沒有在那邊的時候 有很多業務無法推展啊 那你新的人上來的時候 業務交接都無法交接 那請問我們那麼多的計畫如何進行啊 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啊 我相信不只原刑處啊 其他科試也是一樣 還有就是你裡面有報告這個獎程跟這個烤雞的這個分配啊 其實我們都知道啦 很多都是被分配的啦 因為那落實真的去考核一個科試 它裡面的演員 考試如果是用分配的話 我幹嘛那麼認證 這個對認證的公務員其實是不公平的喔 所以我是認為像這樣的一個 考資的 這個制度不能因為科長或是處長的一個好物 這是學校裡面 學校校長裡面的好物 然後去講成一個人說這個人 考基是假的 那個人是考基一等 或者是這個科試我們大家分配 今年倫年年倫我 這樣是不對的啦 所以這樣的漏洗你有沒有這因應的方式 再來這個財組單位齁 我想請問一下我們每年齁 分配到的赤燃稅 是多少錢 棄燃稅 是多少 然後呢是用在哪一些道路的養護 因為最近花六四縣很備受矚目啊 所以那棄燃稅到底我們今年到底是分配多少 那哪一些到底你分配的道路的養護是多少錢 好 以上 謝謝 好 以上 謝謝 余希阿福 謝謝主席 很難得看到你 你都不看我 梁初的處長 科長 以後的同仁 大家早 有教育這個人事處 這個考慮合一 配合人事出缺 那你的工作報告中 有出缺了25人 那這邊有好幾項是你的出缺的名額 我想這個出缺25啊 那實際上跟這個人事處報告 很多我們這個高考及格的人 因為他的志願 他人是住在華人 因為本縣這個出缺沒有 所以他被分配到外縣市 那他時間是超過兩年 那他很想調回我們本縣來就地服務 當時他礙於我們某些機關不放人的原因 所以造成他一直在外縣市繼續服務 像這種情形 等一下請處長來給我做說明 那第二點 你寫得很清楚那個工作報告 落實原住民主工作權保障法 即身心障礙者的保障法 那你這邊寫得又很清楚 花蓮縣政府除耳禁用 原住民身心這個障礙名額 但是我覺得這個縣政府 這個我們原住民的部分 當然很重的位移 還有輕度輕微的 哇 這邊看到我們原住民在衛單位來服務啊 有沒有 目前有幾個來給我做說明 那是讓我們很多這個殘障人士 要到職場裡面就業 因為阿姨她的行動不方便等等 所以她就放棄了她 應了這個潛意 那是不是我們這個人事處還是相關單位 來怎麼樣 使她到我們公僕們就地來就業 那麼我也希望利用這個意見交換的同時 那我們這個人事處啊 來包裝影響一下我們很多 不要說我們檢案像 花蓮寺鄉下應該也有這種現象 對我們的殘障的 我們原住民的部分 是因為她的資訊不夠 因此她一直待在家裡 沒有辦法就業 像這種東西啊 像這種人這個很可照的這個 這個殘障人士啊 我們人事處這個部分 是不是會會整各鄉政公所來 多助他們來擊報 抵報一下我們這樣 這個殘障人士要就業的意願 來給你們做這個資訊 讓他們有機會到這個公僕們來服務 那當然我剛剛所提的說 我們花蓮縣政府 既然有這樣的這個工作報告 你寫了花蓮縣政府啊 除了禁用鹽住民身心 障的人員 到底有機會 以上做這樣的雙項 謝謝 陳議員啊 謝謝我們的主席啊 兩處的處長 各位議員同仁 大家早 早 我這邊 有兩個意義 這個 這個 首先呢 感謝我們人事處 為本席在第三次定領大會所呼籲的 這個 我們劉一豐審父所所所建的一封言 我們處長 特別帶領我們人事處 因為你們處有一個叫做 封信子 福愛社 帶領所有的 團隊到我們議裡來 特別感謝 再次代表我們劉神父 以及我們的驗聲 感謝我們人事處的善行意志 你們的愛心在我們鄉下流傳 謝謝 但是對人事處 明年的預算 我有看到 特別的高 可以說是增加了非常的多 到底是什麼原因 因為我看呢 我們 今年是 三千多萬 但是 明年 很像 變到五億 這個 這個落差非常的大 希望我們 這個 人事處 待會兒做一個報告 那 對財政處 財政處 對我們這個 呃 農地 新建一些大型的建築物 違反了七億劃分法 所以 那個 開增的一些 這個 這個法則 但是 我們鄉下 還是有很多 正在蓋喔 那很多人就在說 我為什麼 被罰 他們為什麼又在蓋 到底他們是有沒有合法 也是在填中間 所以對這個 這個 我們財政處的執行 呃 存有質疑 呃 希望我們這個 處長 待會兒做一個報告 謝謝 呃 市惠平議員 喂 主席 還有正常各位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這邊有幾點意見喔 要跟兩處來做一下交流喔 第一個是人事處的部分 那 剛剛有幾個議員就提到 我們的人事的異動喔 據本席所知喔 有些 是 有那個位子 但是人留不住 因為工作繁重 有些是因為中央的經費 喔 突然縮減 所以沒有錢 那 零零總總 但是 不管怎麼樣 人事異動太頻繁 其實 不是我們 不是我們 線民之福 因為他們的 業務上面的銜接 根本就不顯熟 所以 人事處 希望喔 能不能夠 稍微去了解一下 人事異動 他根本的原因 比如說 如果他是因為 這個業務太頻繁 太繁重 所以 人留不住 那是不是有 增加人力的 的考量 每一個 每一個處事 他可能是不一樣的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呢 這本席要提喔 人事處 雖然現在我們的 颱風放假是 全力是放給 鄉鎮市公所 可是我們還是 最高的主管機關喔 所以我希望 還是人事還是要去 知會或者是 通報一下 各鄉鎮市公所 在放假的時候 務必要 要去注意的幾件事 舉例來說 上一次颱風 下午突然宣布說 小孩 小孩放學 但是呢 我們公務人員要上班 那這個本席呢 接電話就接到手軟了喔 那小孩突然間 要去哪裡 怎麼辦 讓家長都沒有辦法 臨時應變喔 所以趕快打電話給秘書長 趕快去做一個緊急的處置 所以這個部分 在這個 希望呢 人事處可以去做好 這各鄉鎮 各鄉鎮 他們放假的時候的監督跟提醒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財政處喔 本席在這裡有看到我們的 颱風災害經費處理喔 那我們目前喔 到 目前到八月份為止 還有三千 呃 還有 還有四千多萬 今年是一個很特殊的一個年喔 那個颱風 來的 密集 又多 那我們還有四千多萬的 可支用的一個金額 它是只能放在工程嗎 因為我 據本期所知 有一些地方 它現在因颱風的關係 現在還是 還是非常的 生活還是有一些問題喔 所以這一些可支用的一些金額 它是可以雲支的嗎 還可以用到別的項目的嗎 這些東西呢 我覺得這個要去做一下檢討喔 不是 每年就是 日 每年 就是同樣一個工作 一直在家就是 結算啦 就是 我覺得每一年的狀況是不一樣的喔 那這個部分呢 請說明一下喔 是只有 有機用在這個工程上面嗎 那以上這個幾點喔 那個 跟大家交流喔 謝謝 謝謝議員 今天代理的主席 我們有主席 然後我們的賴秘書長 以及兩處的處長跟一級主管喔 還有我們議會的同仁 媒體記者先生早安 好 就叫我們人事的部分喔 其實我們各級處呢 現在的人員大致上都是新的喔 課長 以及新的成員 讓我們議員呢 真的很難去找到真正我們想要的了解的 這是造成我們相當大的一個困擾喔 那早期的去看的這些工程以外呢 還有一些必須繼續的一個施作的部分呢 其實我們真的很難以掌控我們要找誰了喔 那這個人事的一個波動呢 非常的頻繁喔 讓我們措手不及喔 那希望在這個區塊裡面 我們人事是這邊呢 是不是應該給予穩定喔 人事的一個穩定喔 讓我們呃 不管是找 行找的 方面呢能夠更方便一點喔 然後很多 新上任的 我們大致都不認識 然後呢也不會來 派會我們 也不會來議會找我們 是有些要指導的還是要什麼加強的 都沒有 那我想這個區塊裡面呢 是不是應該各級處呢 能夠呃 是不是有處長呢 副處長或是局長副局長 能夠帶領一級主管 然後來議會 還是找議長副議長 或是聯絡一下 我想這個是有必要的喔 然後為了我們推動整個 呃 花蓮憲政的一個 呃 這個所有的業務呢 我想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那我希望我們的處長呢 是不是能夠呃 呃 會後呢 跟我們的所有的局處 來報告這件事情 讓他們了解 也希望他們讓我們能夠認識 在這邊拜託 然後接下來是財政的部分呢 我想我們財政的部分是 呃 整個花蓮縣來講是非常的絕技 但是我們呢 也是希望說這些經費呢 能夠都用到 高口上 那其實這一次的颱風 幾次的颱風以來 我想很多地方 很多的鄉鎮 尤其是在山區 一個道路 都需要经费 而且都是非常庞大的 那我想我们副县长是非常有能耐的 他有办法去要到所有的经费 来挹注我们整个花莲县的一个切口 当然我们也希望说 所有的经费都能够用到刀口上 必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能够尽速的来做一个改善跟 这个补修 在这里来几项来跟 两位处理来做一个 共同的一个探讨 谢谢 林秋美议员 谢谢大会主席 游一言站在那边好漂亮 我想两位局处的处长 针对财政交换意见这个部分 我知道花莲县 是一个非常穷困的县市 可是在我们花莲县长大力的来推光光之后 我们整个花莲县有很多建设 很多政策都非常的杰出 而且我是觉得是说最迫切的 那就是我们花莲的子弟要回乡的时候 一票难求的部分 我们也看到了中央已经在 102年交通部已经编列的议算 要来把花莲市跟吉安乡干城段高价的铁路部分 那我想知道一下 听说我们没有办法负担配合款的部分 其实当然我们中央对我们花莲是非常大的一个伤害跟启示 让我们花莲人都变成二级公民 在这边请问一下我们财政处长 这条路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尽快的来施作 让我们花莲到吉安甘城这段能够高价 为什么 因为很多平交道都是在危险 像我们宜昌国小附近的平交道 还有我们新城乡这边的平交道都非常的危险 如果说铁路能够改善 让我们花莲人能够有一个安全回家的路 这是非常期盼的一件事情 也想请教我们处长 关于这条 我们是不是可以突破 看有什么方式 是不是请中央在配合款这个部分能够来减轻 那第二件事情人事室的部分 请你提供组织自治条例 跟我们那个现行的编制 跟人员的配置 这个资料麻烦提供一下 谢谢 还有没有其他的议员 还有没有 这个本席要补充一下 有关那个几个议员讲的人事部分 还有这个财政部分 刚刚施惠平讲的那个台风剩了四千多万 是不是各乡镇的通报能力 跟整个县政府的更局促 是不是应该要下去联系 因为我知道很多乡镇 很多到目前都还没有赔到钱 而且也不知道要怎么样上报 所以我想这个财政处呢 还有四千多万 这个钱很可惜哦 那个乡镇不是没事 那王一言刚才在位置上 他咨询第一个就是要讲乡下的赔偿问题 所以我想这个财政处呢 有这么多的钱 在开整个宪政汇报的时候呢 可以要求各局处哦 要要求下去各乡镇 通报上是不是出问题 我知道我乡镇呢 就好几个地方还没有通报完成 然后时间也过了 那还有人事部分呢 光是教育局呢 处长跟副助长就是不合啊 你这就是消耗消耗人事的成本 然后也没办法 刚刚几个议员说 好不容易很专业又掉走了 没有然后很专业在里面又内斗 所以我想人事呢 出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哦 还有这个待会一一来 说明一下对人事的管理 可能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这个处长请 请上台来跟大家来沟通一下意见交换 谢谢 主席 有议员 还有秘書长 还有各位在座的我们议员女士先生 非常感谢 各位刚才所提的问题 那么我们人事处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都会重整 然后作为我们下个年度 也就是明年 我们一个施政重要的一个规划 跟我们改进的一个方向跟目标 那么我想就针对几位议员所提的问题啊 我们来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口头的答复 那么如果不周详的话 我想我们的书面一定会跟各位议员报告的很详尽 报告的很详尽 那么首先我们这个游议员就是我们主席所提到的这个这个猜勤的问题还有考纪的问题 那么猜勤的规定啊 我想我们 呃 依照这个公务员批事考核要点还有公务员其他规则 我们都是依照法律来执行的 那么当然有一些同仁可能居住在外地 或是他有特别特殊的需要 依照的这个程序来办理请假之后啊 离开了职务 职务岗位 那么当然对于游议员的指教 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 这个同仁的这样的处置 确实会让外界同仁 外界的我们这个百姓啊 或是议员认为可能有占便宜的想法 那么这个部分我们必须 呃要跟这个我们其他的局处上 来做个沟通 就是在这个连续假期的前后啊 是不是可以 可以稍微对于这个业务啊做个管控 呃 譬如我们举个例子啊 我们知道我们在过年前 过年前的后 人事行政总处对我们公务人员的 要求啊 就是你办公室必须要留空一定的 人数 这个是人种人种处曾经对 呃中央机关去做一个要求 那么我们人地方机关 可不可以圆圆引来比比照呢 我想这个是可以 参考来采行的 所以将来我们是不是在这一方面 做一个管控 就是要求各局处一定要留一个 适当的办公人力哦 来服务我们的县民哦 这个是我们想我们要呃 要来要来做的哈 那第二个地方就是由由由员也提到 考基的问题刚才迪布施员也特别 提到我们这个考基的问题哦 我想考基 依照公文考基法及考基法实行细则 及相关的规定啊 其实哎 规定当中 这些法规当中 他并没有人数比例的限制 而是由总统府秘书长 邀请了几 呃几个大院的院这个秘书长 所作成 还有人事行政总处的这个人事长 所作成的一个协调 就是说公务人员 其实考基 既然法规没有规定比例 那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私底下 我们这个一个公开一个研讨之后 来规定公务员的这个比例 那么这个比例的数字 就出现在百分之75 百分之75 所以每一年 每一个机关 他的考基人数的夹分比例在75 那么可能会因为他的业务绩效 在我们全县政府的比例 未超过百分之70的状况 做一个微调 做个微调 这是比例的问题 那当然考基 这是一个高度属人性的一个业务 我们必须这样讲 就是说 可能各位局处长 在施打考基分数的时候 他有很多面向的这个考量 当然我们公务人考基法当中 有四项的工作 我们要去做一个考量 那其他的部分 那可能就是局处长 他自己心中高度属人性的一个 一个作为 那么我们人事处在这一方面 会对他们做要求 就是尽量能够做到公平 公正 当然不是公开的 因为这个考基作业 本来就是不能公开 当然是公平公正 那么我们也希望局处长 在这个方面 我们会 我们在 这个局处长打完考基分数之后 会送到我们县政府的考基委员会来 那我们考基委员会的 送到我们人事处 做幕僚作业的时候 我们人事处也曾经要求说 你对于这一位连续被打 一等的人员 我们要注意 他究竟是什么原因 可能我们要做个探讨 当然我们不会去干涉 人事处不会去干涉 这个局处长的权责 因为这是他 依据平时考核 跟平常工作表现所施打出来的一个分数 我们不会去干涉 可是我们会在会议当中去提醒 考基委员做一个注意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会不会对同仁的权益造成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们考基如果没有 一直连续一等话 他可能不能考基升等等等的问题 我们都会去考量 这是我们人事处所能做的 那么人事处也会在 这个考基分数 这个局处长在施打的时候 会提醒他特别注意 法规的适用 因为我们如果同仁不服这个考基结果的话 他是可以提出申诉的 那提出申诉的话 我们这个局处也必须提出答复 你为什么要给他移等 为什么要给他平等 这个是我想要跟议员报告 就是说我们一切都会依照这个规定来做 但是我们人事处还是有一些贴心的提醒 各个局处来做一个这个施打 这是刚才我们尤美英议员 还有我们这个迪布斯议员所提到的考基的问题 那么现在要跟迪布斯议员报告 就是优用人员 优用人员我们在这个 大家都知道这个他的禁用是依照这个经费 是中央拨补或是研究计划等等 我们所说出来的经费 那么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工程的款 然后或是说计划等等 他终有终止的一天 这个这条路照完的时候 经费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这个迪布斯议员在进来的时候 我们都会跟他讲清楚 我们的这个合约上面也会跟他说清楚 如果经费没有了 这个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聘用下去 不过继续雇用下去 不过我们各局处其实对我们这些人员 其实是很珍惜很珍贵的 因为他的工作经验是非常可贵的 所以我们很多局处都会在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本于执掌 譬如说我现在一个列考试分发 或是职务代理人 列考试分发找一个职务代理人 或是留职提心找一个职务代理 这些人进来之后 经过我们新进的人训练 经过我们环境的办公环境的一个熏陶 其实他的工作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各局处长 各局处他们在用人的时候 这个人他的职务代理将要结束的时候 他可能会把他 他如果表现得很好 他可能会把他转为约用 所以我们都尽量把我们宝贵的资源给留下来 那么至于计划的变更 不是我们能够掌控 但是我依据我个人的观察 依据各局处长的了解 他们都会对这样的表现良好的人 这个你不实行请 好那交换一件时间 现在问题就是 因为换党执政的关系啊 所以很多的计划他要终止 可是问题是这十几年 而且都很多都用十几年的约聘雇的人员啊 那我们县政府到底有没有 因为新的政府他一定有新的计划要进行嘛 就说你现在有没有严格督导 我现在要知道那个名单啊 名策到底会裁多少人啊 你人事处到底有没有掌握 明年这些计划 各处是到底会裁多少人啊 目前跟医院报告 目前我们人事处没有接到这样的讯息 当然计划 人事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产生 所以你赶快去 去赶快去研究一下到底 明年都会裁多少人 那各局处 有没有因应新政府他的新政策 他一定有新的政策出来嘛 他有更多的需求嘛 他一定有一个 就是说我在几月之前 要把新的计划提出来嘛 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要赶快督导各局处 说你竟然要裁这么多人 你要赶快因应生新的计划 目前我们县长是 积极在向中央来争取经费的 那争取经费的话 大概都是工程配合款 我们就会依照这些 这些如果播下的话 我们就会来 依照这个规定来雇用这个月用人员 那不过他议员所提到的部分 我们会回去了解究竟有多少会受到影响 这个部分我们会去 那个处长 那个议员的意思是说 新的政策跟旧的政策 旧政策完强之前 会把人给缩掉 那新政策有多少新的人员 你必须配套是不是这样 所以有一些不是工程喔 原型处他就很多不是工程类的 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但是就是说 如果说我要去了解一个新的计划 我们必须去跟那个处联络 那他的经费到底播多少 经费足不足以滋用 这个我就没有办法掌握 因为经费是 这个部分我们会去做掌控 所以那个局处是不是要把人员 赶快报上来 新的计划也要报支给你知道 是不是这样 你人是不是要掌握这样的意思 我们会跟行研处做一个了解 究竟我们有多少的计划 新计划要进来 多少的旧计划要终止 那么这个所影响的人力 我们会做一个评估 是是是是 还有其他交换意见吗 那继续回答 那工作人员流动的原因 其实非常多 我们必须讲说在花莲 确实是 一个比较敏感的地方 这样讲就是说 很多都是外地考试进来的 那他时间到了以后 他就会离开 我刚刚特别举原型处做一个例子 你知道我会去原型处 不管是月聘雇也好 政事也好 很多其实都是我们花莲当地人 那你要去研究原因到底怎么样 我知道我了解 我会跟跟议员做说明 就是实际上他 他们离职的原因非常多 我们我们人事务曾经 也对这个退休的原因去做的 去做了解 但是我们没有对 限职人员 就是还没有退休人员去做了解 那将来的话 我们希望是说 看能不能将来我们在 他们离职的时候 离职报告单上面 附一个原因 我们来做分析 因为流动率高 其实对一个局处不好啊 包括经验的传承不够啊 变成一个业务 本来他做了三年五年 结果突然换了一个新的新手 结果什么都不懂啊 你要叫他下面的 这个对口单位怎么办 光是一个合销就搞不定啊 他自己承办的人 都不知道如何帮忙合销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对 因为影响到整个绩效的问题啊 一个计划可能十月以前要截止 十月以前你要截止 结果你到了十一月底的时候 你还没有办法去帮忙做处理 那你叫那个承办单位 怎么样来面对的 我想这个就是各局处 他们对工人员的一个训练的一个需求 所在的地方啊 就是 上次我记得大会当中也提出来 就是说我们对于临时人员的训练 怎么样能够加强 那在本府的部分 我们都有新进人员训练啊 那我们也期望说各局处 他们的这个 能够指派 适当的人员 来对我们新进的这些临时人员 或业务人员做一个指导 这个是我们所期望的 那当然我们分析其他原因的话 像公务人的部分我们可能就 就是真的他们就是外地人 那我们去考试分发 像今年我们考试 考试要求列考试分发29个人 只有报到12个人 报到率只有41.4% 这个是不可控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们在讲说公务人流动的原因 当然这个部分 我们举了一个刚才那个考试分发的例子 那像譬如说我们去商调其他机关 我们人事处每一个月都会开真审委员会 来这个请 来领选其他其他外线式的机关的人 能够进到花莲县 不是啦那个处长 简短一下 因为好几个议员针对这个人事里面 做的很娴熟 突然间呢离职了 或突然间不做了 或是要掉到别处 是不是有内部的问题 那我们如何留得住人才 要看几个议员是这个意见吧 这希望这个变动太频繁了 对整个县政的绩效 跟不上县长五星级的这个看法 这到最后变成一个骗局啊 所以我这个很多议员 对这件事呢很在意喔 就问你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出来喔 沟通一下尽量留他们 或是尽量留置 那还有临时不管是夜病库业用 刚才其他的议员也要求喔 你给名单 是不是在定期会之前呢 可以给我们很多的 临时夜病库业用人名单呢 他说这个组织自治条例的 很多的名单 希望这个处长呢回去呢 赶快给议员该有的资料喔 这个其他议员还有意见吗 那处长就是针对这个变动太频繁 还有这个很娴熟的一直离开花年县政府 那导致绩效这个怠惰 那很多的议员很紧张 所以去问的都新人通通不了解 他们希望你针对这个事情呢 你要是因应的对策 来回答我们的议员 谢谢 那么对于新进人训练 我想只有透过训练了 只有透过训练 他是说希望旧的留下来啦 不是新的啦 对我先说新的 我们会跟他们做一个训练 那么秀的部分 我们当然就是希望能够透过 其他的一些行政措施 譬如说我们能够提供他一个 悠然的办公环境等等 或者说一些康乐设施 或者说康乐措施等等 希望能够留住他 那当然业务上的一些需求 可能在各局处当中 他必须去做处理 因为是各局处的业务 人事处在这里 没有办法替他们来回答 但是我想我们可以透过 外围的一些的辅助措施 来帮忙留住人才 这个是我想要跟在这里 跟各位议员做报告的 那接下来我再回答这个余夏夫议员 所谓的考用合一的问题 那人员进不来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其实有很多人 他其实时间还没有到 他没有办法报名 那报名的话 我们人事处在这个 人性行政总处 跟我们县政府的网站 都会做一个公告 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来宣传 能够让同仁知道 他可以来报名 那么原住民的人数 我要在这个做个报告 就约顾五类的部分 我们县政府应该是要 禁用的是17个人 可是目前我们用到19位 19位 那么在工作人员的部分 应该禁用的是8位 我们已经用到了29位 所以原住民的人数 我们目前为止 我们便没有 那个处长这样好了 因为那个余夏夫没有在现场 没听到 是不是有些部分没来的 你可以用书面回答他 好 我们不要浪费时间 好 那刚刚我讲的 很多议员希望老的留下来 你就把议员的话带给局处嘛 要求他们这样做嘛好不好 对对 是 那其他议员在那边意见 好 陈建宗议员刚刚所提到的 预算增加问题 其实这个就是 我们旧地处 依照这个中央的 比照中央的规定 跟他的一些预算调整的这个需求 把所有的各局处 以前所编列的人事费 可以通通集中到人事处来 所以我们的预算暴增 其实是没有啦 那个是没有增加 就是我把各局处的人事预算 集中到人事处而已 这是跟议员报告的 那么 施经理议员所提到的 所指示的这个人事跟动的原因 我想 刚才也跟 在刚才的报告当中 也说了一个说明 那第二个就是 天然灾害停止上班上课的问题 那么我们 在灾防中心成立的时候 都会跟现场做一个现场的 现场的判断 那么他的依据他的风量 云量来做一个判断 那么我们并不是要求各乡镇市 来做这个停止上班上课的决定 而是由县政府来决定 但是县长会是实际的状况 譬如说下雨 我们南北这么狭长 他下雨的状况一定会不一样 有时候像这种情形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要求 我们就请这个花莲市 还有这个吉安去做一个 自己做一个判断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县长如果一宣布的话 就是花莲县 一花莲县的话 可能在玉里他没有下雨 他也是放假 所以当时县长是做了这样的判断 后来县长依照 我们很多县民还有议员的一些需求 他做了一次更动 把全县做了一个放假 所以我们的栽防中心我们会做判断 这个施惠平 如果那一天不是因为有人去反应 事实上这是可以用逻辑去想的 你公务人员或者上班人员 他是在上班的 然后中午下午宣布说 国中国小停止上班 停止上学 这个可以推断 那这些小朋友去哪里 本席的意思是 当我们请这一边去通报 我们各商政策 不要放台风架 他不是一个放与不放的问题 那一天的状况是 这个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考量 家长在上班 然后中午下午说 要请到学校去接小孩下午放假 很多的家长他临时没有办法反应跟处理 他也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的事情 如果那天不是因为 我不知道其他议员跟代表有没有去反应 如果那天我没有打电话去给秘书长 一群小孩可能就是在台中天在家里 或者在外面跑来跑去 家长无忌可施 他不能临时请假那县政府又空了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这是要放与不放之间 必须有很多的考量 所以这个就是不可常议的考量 我跟律元报告 我们目前 要整体的考量 我们人事处也在想说 我们是不是将来跟中央来争取 我们放假不要放半天 因为这个半天确实会有一些困难 那个处长 处长你还是回到地方自治吧 这个人事啊 这个台风每个乡镇不一样 你问中央没办法 市会比议员的意思说 这个逻辑上想得通 就整个SOB你会怎样出来 你既然教育局要放 你他的家长上班时间怎么办 你要帮他想这个啊 他的意思是说 你不要一直跟中央建议 因为每个台风有的人往高雄 有的人往台北 你要怎么办 如果在花莲市 像这次台风 花莲市比我相较严重 那花莲市 你现场这样一发布 你的人事部分就是要去想 跟现场提供说 如果他家长怎么办 家长没办法去接 那怎么办 他是这个意思啊 你若四次请教中央怎么办 台风 台风 屏东 高雄 花莲 通通不一样啊 那因为现场很会拜拜 他临时又掉头到哪里去了 那这个时候 现场除了发布 那个小朋友不上课 那谁来载 这是人事 他的意思是说 你跟现场要讨论一下嘛 如果进行发布 议员就要收到很多电话 当然不是打给你人事处啦 是不是这意思 你针对这个回答嘛 如果这样你还不是跟现场 提供好的意见 我们并不是说依照中央 而是中央定有法 跟我们依照中央的法规来执行 那当然我们可以是地方的需要 来建议 建议中央来修盖法规 所以我们会针对这个地方 我们做一个建议 我只是要提醒说 既然你们这是 你们有这个权责 说台风架的一个 我建议你就是说 今天要公布之前要通过人事嘛 那就是这时候人事 是不是提供 比如给县长也好 给各乡镇市公所也好 这样子可能会造成什么问题 要不要考量一下 就是 你这样叮得我的意思 这个东西他是可以去建议 并不是说你决定 我知道决定权不占你 身上 这我知道当然知道 不是说你既然是有这个权责的机关 那你可以去建议 其他可以决定的单位 他们或许疏漏了 或许没有去考量到 那由你们去跟他建议 这样 对我们的意思是跟议员答复就是说 现在规定有一天半天 那我们是不是将来建议半天取消 就是一天嘛 这个问题就不会有在发生 所以我刚才报告的意思是这样子 那当然县长做决定 我们当然会 所以会依照县长指示来做 这个我想跟议员做报告 那么 接下来是我们这个许雪议员所提到的人员 议动这个民策问题 我们有做一个民策 但是我们也会在 適当的时候跟各局处长来做建议 就是如果有 课长做一动的话 也希望他们能够到 议会来拜会我们所有的议员 那最后是我们 林秋美议员所提到的提供资料部分 我们会遵照办理 没有意见了 好 谢谢处长 也希望处长把议员的意见都带回去想一下 也许很紧张 因为可能我在上面造成你很紧张 那应该那么聪明当到处长 很多的意见你都会知道 没办法一一来答复 希望私下要一一做到 谢谢 是是谢谢 谢谢各位议员 谢谢 这个财政 财政 财政助我本息 本来在下面有意见我先讲 这个景观税 这矿石税的一年增加了那么多钱 请上位 是不是很多的我们的 县政府的这个行政规费部分 这个可以减缓或是不要收 劝导为主 那很多议员刚刚私下沟通都这样 你们明年就很大笔的钱 都议员很紧张 要怎么用 那这个其他议员有意见的话 来每个都提出来 谢谢 我当会主席 我们有议员还有各位议员女士先生 大家早 好 关于我们刚刚几位议员所提出来的问题 我在这边做一个答复 首先是我们迪布斯 关于这个气燃费增收的问题 分给地方 刚刚我们查了一下 那个书面资料 我们将来会补送给 我们迪布斯议员 依据他的分配办法 他是由公路总局统一交通部收缴 但是他那个钱没有分配下来 他的钱是由交通部 汇同内政部 是用在公路养护上面 没有错 详细的那个资料 那个条例分配办法 我们会会后 去download下来 我们送给迪布斯议员 目前他是没有分配给乡政市 以上是对 这个问题的答复 那关于我们那个陈庆中陈议员 他是违反区域法 这个问题要带回去给主政的单位 也是我们的地政处 因为这个钱 这个法盘 这个开法单 这些 这也因为不是我财政处主政 这我把这个问题带回去 那关于我们施议员 施议员讲的 对中央被各籍地方政府重大 灾害就在处理的办法 是中央定的 所以他的使用范围 如果能够有其他的 我们会向中央反应 至于说剩下金额 剩下那个4千万的问题 其实在我们9月 14号台风来袭 一直到我们10月28号 把整个各乡政市 我们的秘书代表下去复刊 复查了以后 所有的附件经费 总共是6亿8千多万 所以但是抢修抢选的经费 在灾害的当下 我们就马上第一约 先就支援给乡政市了 所以那个4千万里面 已经用掉了2988万 1973元 我们目前只剩下大概1千 1千万左右 1千万左右是放着 我们是应付到11月12月 万一有其他的灾害发生 是紧急抢修抢选要用的 至于附件的经费 如果中央下来了 在刚刚有在公众报告 有报告过 中央已经有口头上的答案 会给我们 但是如果下来的话 我们这1千万到年底没有用 他还是会先把我们的扣掉 因为他有一个原则 就是我们自己的栽准机要用完 他才会给 当然我们今年是全部都用完了 因为我们已经申请了 6亿 8千多万的 已经送到中央去了 在我们10月28号 工人工程科 会同已经整个都复刊过来 整个工人都送到中央行政院去了 以上是对我们 那个 10亿元的答复 那其他 如果说要其他的用途 我想我们会跟那个中央来做一个反应 因为这个办法都是中央行政院他所定的 那第四个问题是我们徐学义 徐议员 他说台湾受损严重 这个 那就前面跟那个类似有实行品的议员 我们已经整个都复刊过了 所有的灾害附件 总共16亿多 这我们10月28号已经送给中央了 那如果至于你发生灾害的当下 我们第一优先都会马上就给 由我们的栽准金 这个如同我先前报告了 我目前大概有空留1千万元 在线库里面 如果有其他的灾害发生 我们马上就会 就可以指引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林秋美林医院 他说的花莲四字干城的高价 那个铁度的计划 这个计划我们有看过 他那个我们的配合馆 就是县政府自筹的配合馆 高达90亿 他是从花莲市里面 他把整个花莲的新站也要迁移 然后吉安车站也要迁移 当然那是一个计划 我们要费单90亿的新费 这是资筹款 实际上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 去承诺他这个 所以我们一直要求 如果要做的话 就请中央来全而做 因为这个牵涉要整个 中央整个跨线市的业务 以上这个报告 当然我们会积极的 请中央能够全而来负担 那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 游议员今天的主席 还要规分的检讨 我想这个我要带回去 整个研究看看至于明年 那个因为这个钱 矿石数我们预计可以收 但是要到3月份 我们才能够确实知道 大概多少能够进县库 以上答复 请各位议员指教 谢谢 针对这个财政处 跟这个还有什么其他议员的意见吗 很多陆陆续继继 进来的议员有没有意见 现在是交换一件时间了 没有意见了 再问一次 各位议员针对人事柱 财政柱工作报告 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那我上会前宣布 财政处请回座 小议呈分组审查或收集资料 明天9点了 进行县政府的地震处 观光处工作报告 及业务套保 请相关人员准时出席 三个 谢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哆哆哆一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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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